我在他们开枪之前提前倒地装死 但我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过来要补枪 我急忙求他们别杀我 我说我不是犹太人 我是波士人 可他们根本不信 我只好拿出怀中一本波士书 向他们证明 但他们也看不懂 只好将我带去他们长官那里 可我哪里是什么波士人啊 我的这本书不过是刚才用半个馒头换来的 很快我被他们带到了集中营 金猫长官看了看我的书 然后指了一处问我是什么意思 哎 这个词我认识 我告诉他是爸爸的意思 可金猫又问我妈妈怎么说 完了 这个我不会啊 就在我迟疑的时候 金猫威胁我说 妈的 豁出去了 哎 没想到这也能行 但他好像还是不信我 让我说一整段话给他听听 我知道他不懂 被吉里咕噜地乱说了一通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然后他又让我解释了一遍 还好不是让我再说一次 他听完笑了 我知道他信了 接着他让我明天开始留在厨房干活 但是晚上要过来教他说波斯语 我听完先是一惊 但马上点头答应 好歹眼下命是饱足了 第二天我在干活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晚上要教的单词 我看到勺子是用来吃饭的 那就教他扒拉 面包是给他们吃的 那就叫垃圾 就这样我记下了好多单词 到了晚上 金猫对我表现很满意 休息的时候他告诉我 他学波斯语就是想等战争结束以后 去德黑兰开一家餐馆 他的梦想其实是当一名厨师 接着他又告诉我 他打算每天学习四个单词 这样的战争结束以后 自己差不多就掌握这门语言了 听他这么说我松了口气 毕竟每天四个单词 还是可以编出来的 但这又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 万一我瞎说的单词 自己都忘了 那我不就还是死路一条 于是我晚上躲在被窝里拼命的背 可因为我的声音太大 惊动了书馆大叔 第二天金猫就找到我 说他改变计划了 以后要我每天教他40个单词 第二天金飞 有一次 今天 אני可能挺好的 电瓶地雇 前青 可 想起来 什么 icano sais